好 主播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一個最新消息 而針對昨天中評會針對黃山山等人做出了相關的這個懲處決議 而柯文哲一早就面對媒體追問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來 稍早 來 來 來 你這樣是宣告黃山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嗎 那外界就有認為說黃山山未來也是可以無黨籍才參選 2026台北怎麼不及 而柯文哲針對媒體所有的追問 他目前是低調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但一早特別的是 他今天帶著太太全佩琪一同來出門 而稍晚的時候 聯合醫院就將針對全佩琪先前利用兒子的名義 來開小草咖啡廳的事件 要做相關的約談等動作 而我們也會持續帶你最終最新消息 以上現場最新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